今天教大家用LC煮來煮這個節瓜章魚花生湯 先講講材料 首先節瓜兩個 花生大約100克 豬骨大約400克 章魚一塊 蜜棗兩粒和一些薑 首先我們洗了花生 再用清水泡一泡花生大約一個小時 接著就洗漿魚 洗乾淨之後 漿魚泡大約半個小時 接著就洗乾淨豬骨 還有洗乾淨節瓜 再用刀刮走節瓜的皮 接著把節瓜的頭和尾切掉 因為是熬湯所以我們將它厚切 大概大約這麼大塊 接著我們處理豬肉 首先要將豬肉出水 記得要凍水落豬肉 因為這樣才可以逼出豬肉的雜質 接著我們開火蓋蓋 然後把豬肉切開 直至水滾 你就看到豬肉的雜質 逼出來了 我們可以撈起豬肉 接著用清水洗一下豬肉 接著要處理章魚 首先我們切開章魚 去除去除鱈魚的眼睛 要扔掉它 接著要去除鱈魚的那層衣 也有點難度 但也一定要去除 因為目的是令到鱈魚沒那麼腥 很漂亮 處理好所有材料 我們可以開始煲湯了 水的份量大概是 五分之二 一個22cm的LC煲 這麼多 接著我們就可以放些材料下去了 我本人就很喜歡用LC煲湯的 因為蓋子夠重 所以很少滾蛇 亦不容易蒸發走所有水分 看到所有材料都放進去 其實水位就差不多了 直至大火至水滾之後 就到我的秘方 就是喜歡放一瓶蓋的紹興酒 你可以試一下 試過就知道湯完全不同味道 是好喝很多 我們蓋上蓋子 這個時候不要調小火 由大火煮多15分鐘才出味 15分鐘之後可以再轉小火 一直煮 煮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一個小時之後 湯就完成了 味道是非常之香的 大家可以隨自己的口味 加鹽進去調味 這個湯就完成了